作为老牌打野 纳克露露不仅操作简单 伤害更是爆表 皮肤还各顶各的好看 但是他的热度一直都很低 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论秒人速度 纳克露露绝对有话语权 飞起来一屁股坐下去 小脆皮就得调半条妙 再配合其他技能 一秒就能秒杀 不仅如此 除了秒脆皮比较快 用纳克露露打坦克也不错 一技能对敌人释放标记后 用任何伤害方式都能触发掉剂 对敌人造成生命百分比的伤害 而且这个伤害还会随着 自身的额外物理攻击获得更火 也就是说攻击力追得越高 标记的生命百分比伤害就会更高 再配合各种高攻击的穿透装备 纳克露露可以称得上 是打坦克最快的刺车 可惜的是纳克露露后期有多猛 成绩玩的就会有多难受 他的输出都是靠装备乘起来的 基础伤害并不高 所以在前期由于伤害过敌 找着打野速度都会跟着受影响 还需要队友帮忙做好野区防御 否则任何打野都能来欺负纳克露露 一般来说都会配一个小苗 增加自身的伤害 提升刷野的速度 纳克露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生存能力 自身需要追高攻击力 所以不会出太多防御装备 纳克露露的身板很脆 合战中都是以命还命 玩起来非常的考验日常时机 也正是因为这些缺点 导致纳克露露成为了一场没影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